代表货车司机的西岸货运协会 再次敦促碧斯省府清理公路上的积雪 以及立即修补公路上的坑洞 否则省内的货运司机将无法安全运送货物 并且有可能导致严重交通事故 西岸货运协会表示 省内公路上的黑兵和大坑洞 为货运司机带来严重风险 在恶劣的隔世条件下 过去几个星期省内已经发生了多宗公路事故 被市省货运司机均担心到冒着生命危险工作 协会发言人J.Tour表示 多名司机已经在DriveBC的网站上 报告过恶劣公路情况 而他们所获得的回复 却是因为类似投诉过多 应该向公路维护承包商发邮件 但协会表示 省府有28间公路维护承包商 司机几乎不可能会知道 哪一间负责管理特定的公路 因此协会在上个月 已经直接联络运书厅以及省夜员 但至今仍未得到回应 因此协会成员已经计划 在下个星期六 于素利和温哥华进行集会表达抗议 协会也指出 逃经亚省的货运司机 在这个时间 也可以已经在被修理和维护过的公路上行驶 难以理解卑斯省运输管理部门 为什么没有将清理省内公路 放在优先事项的原因 对此 卑斯运输及基建厅就回应说 公路维护承包商正致力于收服坑洞 以保障交通运输安全 而承包商也进行定期监测 司机可以在DriveBC的网站 寻找每一条公路的应对承包商联系方式 以获得最新的维修进展